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顾 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 无心的家 是韩十四 小嫂 那是什么呀 难不成是舍利 舍利 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 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容不灭的物体 俗称舍利 是佛家圣物 老和尚死后 身体瞬间沉迷 但在那灰烬之中 还留下了一颗舍利 我便想 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渔室 老和尚生前回不来 死后 我带他回来 佛 completed 生国人 老和尚生前回不来 时尚生前回不去 你就只是爱的 巨人 一个大事 有的伤识 大事 万一 你来这里做什么 师父 师父 莫苦 你该回你自己的家 你该回你自己的家 无心的家是寒水寺 这里是寒水寺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又想家了吧 师父 有一天你也会像 父亲娘亲一样 突然离开我吗 傻孩子 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 真是个傻孩子 寒水寺 只是你一石气息之地 如今你已经长大了 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 你的家 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 乃方外之境 天外之天 不 师父 这次男人不知 这次就是皇日子 真是个傻孩子 只有那些人 认为你会成为 颠覆着天下的火种 求师父 求师父 是一个无心的热